所有人在那边等他 他不来 他不来 打电话不听 原来这位大牌旅行早年参演了成龙的电影 拍完之后 成龙希望这位女星心如影横再配两句台词 最后怎么都找不到人 在白等一天后 成龙临时找了一个女孩把人配上 才完成工作 这件事情让一向很有责任性的成龙非常生气 所有工作人员 摄影师 灯光师 陈家班 武术指导 报告令到你成名 一来他们就当他们自己是大牌 拍两个听众 所有人说你辛苦了 你什么辛苦啊 一点都不辛苦 八成多人的前呼风有的来 花了个妆来的现场 打着肚子也开完了 你来指示 传染戏 好累 全都一两下好不好 休工了 当时没有 真的 现在 睡不了 我都想把我名字讲出来 看不过这些人 真的看不过这些人 不理他 原来我在打影会开会的时候 我说我投诉 这样两句对方就不来 那马上另外一人打你讲 对啊 上次打我就不信了 那天他叫什么 我们全部听见了 以后 马上在电影就消失了 没了这个人 现在就在国内拍一些电视剧 1995年 成龙拉来两亿港币投资 拍摄电影 霹雳火 可悲削惨遭滑铁炉 结果电影的女主角 正是袁永宜 也正是在这之后 袁永宜再也没有得到 什么大质责电影青睐 反而演起了电视剧 黄小林永宜也曾在某访谈节目中提到 自己在出道出去 事业录日中间时被封杀 二十岁多岁 讲话真的有时候 真的 王文雄雄没有经过 大脑 就讲出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也 其实也坦白说也可能得罪了很多 态度 所以往往那些人不知道 你做什么事情 做人最要紧 做人做事对目 你的成功 有时候今天我的成功 不是因为我 你知道 因为我是做人好 我跟他们讲 做人最要紧 你做大本事 你本校做人不好 我跟他一起做